你czenie喔 他的比熱大小做比較 你認為答案哪一個正確的 你為什麼認為是筆 因為他溫度是真的最高 然後時間過文就還是最高 所以他的溫度比較 沒有變化式嗎 對啦 所謂的筆熱大小怎麼樣做比較 他說他質量有沒有相同 質量相同 然後同時冷卻的時候 溫度是慢慢冷下來了 好這個是它的時間 那你就先抓一個時間點 抓一個時間什麼意思呢 你在時間這邊 畫一條線就抓一個時間 抓一個時間的時候 你發現了 假的溫度變化大不大 很大 所以它是溫度變化大 比熱大還小 比熱小的才會 溫度變化比較大 所以它比熱相對比較小 比熱小 那丙的話呢 不要寫比熱小 寫S小就好了 比熱是S喔 它的S比較小 那那個丙的話呢 比熱比較大嘛 叫S大 那從大排到小怎麼樣 剛好是丙以甲 所以 比熱從大排到小是 選B 甲小於E小於丙 這樣會選了嗎 畫一條線喔做比較喔 右邊歷史一題 右圖 是假杯水加熱時 溫度跟加熱時間的關係圖 若沒有熱量散事的話 假杯的水質量為200克 那每分鐘的假杯水會從熱源吸收多少熱量 它給你的資料是幾到幾分鐘 0到5分鐘 0到5分鐘它的溫度變化幾度C 你看那個左邊那個溫度C啊 從20到30啊 是溫度變化10度C 好來直接求了 所以H可以求了啊 好你把他寫出來吧 H等於 M S跟 好第二塔T 那M多少 200 它的水是200克嘛 所以M答案是200 那水比熱怎麼樣 都是1 再次溫度變化來變得幾度 從20到30上升10度C嘛 所以要升於10 所以10變什麼 這2000卡是幾分鐘的 5分鐘2000卡那1分鐘呢 每1分鐘呢 要不要除5 2000再去除以5啊 所以每1分鐘的熱量提供400卡給他 好答案選擇是7 很容易吧這個 提目看得懂喔 好看那個第12體 直接加以相同的熱量加熱質量均為200克的加一兩液體 測得溫度跟加熱時間關係如右途 若假的比熱為0.6卡 科杜希 以得比熱為多少 假比熱為0.6 以比熱不知道 要求以得比熱 那你就抓一個時間他們對的比較有有資料的 你看那個溫度的渡溪喔 是2分鐘4分鐘 還是幾分鐘的時候 他對過去的溫度比較 明確的 是不是4分鐘 2分鐘4分鐘都差不多對不對 都可以啦 不然找一個吧 5分鐘不好吧 5分鐘卡中間 對啊 不好用啦 那我們抓4分鐘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抓一個一定的時間 抓12體喔 來抓4分鐘 我問你喔 那甲是唯一資料比較齊全的 他有比量也有 比熱啊 不是比量 有比熱也有質量 核在也有比量 不是啊 有剛剛念錯 有質量跟比熱 那 你就先求甲在4分鐘內 他吸熱吸多少 所以我寫H甲 H甲就是說我求甲的熱量 在4分鐘內的 他在4分鐘以內的 他的吸熱是多少 那供是怎麼在 一樣是M S DETA T M多少 薄君 M多少 喔 題目剛剛沒看喔 喔 糟糕了 你看題目一下有沒有講那個 他的質量均為200克的夾液燃物體 講液體嘛 所以那個夾的 質量是200 那夾的比熱呢 1 最好是1啦 他給多少 他沒有題目寫0.6啊 喔眼鏡很大耶 他不寫假的比熱門0.6卡嗎 所以要帶0.6 這都是假的喔 所以 M S 跟 DETA T DETA T 是溫度變化 溫度變化多少 0到4分鐘的時候 然後假從 30度C到幾度C 30度C 喔那30度喔 30啊 20跟40的中間不就30 30到70對不對 你用70減30 你現在求假的不是嗎 我們在求假的當然表那個圖表是看假的 對不對 他從30到70嘛 一共是 溫差4度C喔 所以乘以40 沒錯 那 200乘0.6乘以40 大概多少 480 4800 4800 這邊40喔 200乘以0.6是120 120乘以40 4800卡 這誰的啊 這假的 那 這一段時間內 假就吸熱吸熱4800卡 乙也怎麼樣 會一樣吸收這麼多卡 這樣知道嗎 所以 乙的熱量一樣吸收4800卡 所以 4800 我現在求乙的喔 我寫H1好了 所以乙也是一樣 4分鐘內 也是吸收4800卡 這4800 等於乙的 乙的質量多少 一樣 MS D 乙的只要200 乙的比熱呢 那就不知道寫S啊 乙的比熱S啊 再次的溫度變化呢 來看乙怎麼變的 乙從0到4分鐘 變化幾度C 看圖表看圖表 他的4分鐘往上 對對左邊是變哪去啊 50 50扣多少 30 50扣30 會看嗎 表格要會看喔 就你對那個4分鐘往上對照 往左邊對 會對到那個 50度C啊 他從30度C開始了嘛 所以50-30變什麼 20 然後丘S的比熱來 所以4000 4800 等於多少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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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是假的 我現在求乙的喔 所以 沒有啊 說一樣 要幹嘛求要結束囉 對 對 這節照抄就好了啊 他就不是他不一樣啊 好那 20去乘上 2000 200是 4000 乘S 那S答案多少 4000 48除以 4000 1.2卡 克 2 度C 卡克 度C 好所以 S的比熱為1.2 所以乙的比熱為多少 1.2 所以答案選豬啊 好 如果某熱量給予100克的水可以使水從20度C變到50度C 相同的熱量如果給500克的夾液體 他的 比熱是0.5 他的溫度會上升多少呢 這題跟這題不是很像 你就先從已知的先求一下 水會從 水的100克的水一樣的熱量喔 你給100克的水 會從20度C變到50度C 那這樣到底有幾卡 求一下 怎麼求 一樣 水耶水耶 水不能用0.5 你要用1喔 好來寫下來 所以 你要寫出來 寫那個 寫那個H水好了 水的熱量嘛 13題啊 我們先求那個水的熱量 好來 那個油層來 水的熱量 H水 怎麼求 m多少 100 水比熱 1 水的溫度變化 他從20度C到50度C嘛 所以要乘以30喔 所以成完答案就是 3000 這個是水的啊 他有說 給一樣的熱量再給那個 這個假液體 所以假液體 所以假液體是不是也是3000卡 所以3000 就會等於 假幾克 他說 500克的假 所以假的 這邊要帶 M M要帶500了 比熱帶多少 為什麼帶0.5 因為題目給的嘛 他說假的比了0.5嘛 這要乘0.5 再乘什麼 溫度變化 就是你現在不知道的這個 DETA T啊 然後把他整理一下 看他會上升幾東西 500乘0.5多少 250 250 那我一過來除啊 用3000 去處理250 就等於DETA T啊 好因為把這個 相乘是250嘛 一過來除 大概是12 所以他溫度變化12度C 可是你給他加熱應該怎麼樣 往上變嘛 所以往上再加12度C啊 他說溫度上升幾度C嘛 大概就選12了 因為假也沒有給本來的溫度啊 只知道他會上升沒有錯 會再上升12度C 好再來那個第14題 有關比熱的敘述哪個錯誤的 要說任何一種物質的比熱都定義為 一克的該物質上高一度C所需要的熱量 是嗎 這個有錯嗎 任意物質的比熱 什麼叫比熱呢 定義說這個 物質每一克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熱量叫比熱對不對 對啊 是對的喔 那 必要說 燒熱一大壺水比燒熱一小壺水困難 是因為大壺水的質量比較大 都是水耶 有大壺水的比熱大嗎 當然不是啊 都一樣都水比熱都一樣啊 所以質量多才會加水 所以加熱比較久嘛 比較比較慢燒熱嘛 所以 AB都是對的 來洗澡了 比如說加一兩金屬呢 分別是0.2卡跟 0.15卡克毒C 比熱是兩個喔 0.2跟0.15 投入同一個廢水之後呢 一段時間後 它的溫度關係圖為哪一個 我問你喔 我問你喔 哪個比熱大 假還是乙 假 因為假的比熱大 所以假的變化比較快還是慢 比較慢 所以乙的比熱變比較小 它變化就比較大對不對 然後到廢水的話 我問你喔 廢水幾度C啊 100度C 所以到最後兩個都熱平衡了 變幾度C 兩個都是100度C喔 就兩個都達到熱平衡之後 兩個都是100度C的話 因為他說一段時間啊 那你這個 然後水是100度C 對 對當然選的是C喔 因為那個 沒錯正確 因為乙會先達到100度C 那假比較慢到100度C 但最後都一樣了 就變一條直線了 好 所以答案選的是C 好第16題 這裡幫幫提答信號 16題喔 同質量的ABC三物質 比熱比為1比2比3 加熱後的身高溫度比 6比3比2 問你說三物質的吸收熱量比 這個 吸收熱量比 它是問哪一個 是問H 還是問M 還是問S 還是問第二塔T 是問H 問H喔來 所以問H 問H就簡單了啊 對直接算了 同質量什麼意思 M有沒有一樣 M一樣叫1比1比1 大家都一樣 三個東西 1比1比1 好再來 他說比熱的比是1比2比3 你不是要乘比熱不是嗎 M乘上比熱啊 M是質量嘛 質量比是1比1比1 再給它乘上比熱 啊比熱說幾比幾比 1 2 3 所以乘1乘2乘3 最後再乘上溫度變化 溫度變化有給嗎 再乘2 再乘 乘6 乘3 乘2 因為你是求熱量嘛 熱量怎麼求 M S 就是T M的話質量比1比1比1 然後比熱都是1比2比3 再來 溫度變化6比3比2 這個乘出來沒有單位啦 那只是求個比而已啊 所以邊幾比幾比 6比6 6比6 6 那就1比1比1喔 所以答案選哪一個 對答案選豬 也是問這公司啊 還是以這個為主 你把他抄下來 把公司再墨背一次 你問你喔 在這裡是為什麼 來這裡為什麼 17題喔 假暗 溫度改變大體 他是問那個溫度的變化量對不對 溫度的改變量 假物是以物的幾倍 好了 看喔 溫度變化量是不是在這邊 是不是 不疊打T 把他留著喔 他留著 MS 一過來變什麼 是不是除 他要問溫度變化嗎 把這一過來就除對不對 所以 離而打T 不要講SM 是MS m乘S分之 一過來除加H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乙澳球的溫度會變化很容易嘛 就把公司套進來而已啊 他要質量乘比二分之 熱量 好來開始看了喔 他的資料給他滿齊全的啊 第一個他說假的質量為乙的二分之一倍 假的質量為乙的二分之一倍 那假比乙叫幾比幾 加比乙的一比二 一比二分之一啊 還是一比二 假的質量 一比二分之一 2比一吧 假的質量叫m乙 是乙的乙叫m乙 乙的幾倍 二分之一倍是這樣寫 假的質量是乙的二分之一倍啊 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來 加乙的質量比叫幾比幾 如果直接看好了 內乘類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外乘外要變成一不是嗎 二分之一比一 都乘二之後呢 一比二 一比二喔 應該講沒錯一比二喔 因為假的質量是乙的二分之一嘛 所以加一比 對啊一比較大啊 好所以那個加乙的質量比是一比二 套過來喔 所以你看他公式有沒有 他要寫兩個比例的 前面是分數這邊是分數 第一個質量比是一比二 值量是m啊 這個位子啊 一比二 寫一個 好再來 比二呢 為乙的三倍 他說假比二是以三倍 所以 如果乙是一的假不變三的 所以要乘以三 乘一 因為他說假的比二是乙的三倍 乙如果是一的話假不就變三 沒錯吧 三比一 所以比對在這裡啊 s在這裡啊 好 再來分支h h是熱量對不對 他怎麼給的 一樣的熱量怎麼寫 一比 還一比一啊 變三 一乘三分之一 比上二乘一分之一 好來 什麼意思啊 三分之一比二分之一啊 啊 好區分母都乘六之後呢 乘以六之後變二比三 所以這兩個的溫度變化比較二比三 結束囉 我知道問什麼 好假是乙的幾倍 要問比 要問比值嘛 前面從後面啊 假在這裡啊 乙在這裡啊 二去除以三 對答案三分之二倍 好選擇是A 再試問一下呢 10公克的水跟10公克的鋁 各加了100卡之後 有關水和鋁的稅數呢 哪一個正確 好 這兩個的比熱有沒有一樣 有 這好有一樣啊 見鬼啊 它只有質量一樣吧 水的比熱是一吧 鋁的比熱多少 0.22嘛 不一樣啊 他說各加了100卡 100卡會讓10克的水上升到沸騰嗎 試問一下應該不會吧 為什麼不會你知道嗎 100 100是卡對不對 等於MS寫打T 它的M值量是10克 比熱是一嘛 10針10伏就100 頂多上升10度C啊 10度C總會沸騰 室溫下你 對啊 你要到沸騰還差遠的 因為它室溫多少不知道啦 也未必是1000卡 因為你比較不知道 室溫幾度C啊 無法去換算說它到底是 可是一般來講室溫不會到七八十度C吧 人都死光來 還做什麼實驗呢 它的室溫不會 所以它那個 好看下來 那它說哪個正確喔 它說水吸收的熱會比較多對不對 都吸收一樣的熱吧 一樣的熱 因為各加 你都各100卡當然都給一樣的熱啊 對不對 水汁一樣的多熱啊 那它說B 它說鋁的溫度會比較高對不對 水一樣高嗎 那水比較高嗎 到底水比較高 水比較高 我們要講過那個比熱大小問題來 比熱越大的溫度怎麼樣 男生男生那比熱小怎麼樣 一身一降 所以溫度容易有變化嘛 那你剛才講的沒有錯啊 旅會比較高溫喔 因為它是比熱小的溫度變化比較大 給一樣的熱量給它 溫度變化大 所以大家選擇 豬為什麼錯是嗎 兩者認為室溫什麼意思 它溫度沒有 溫度沒有變 叫兩者為室溫 你都給它熱量的溫度要變化嘛 你怎麼還跟室溫都一樣 變化當然不會跟室溫一樣的 所以豬當然不對啊 那C也不對啊 兩者溫度都相同 所以大家選擇的是B 好再來19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